嫁给瞎子小开的这位台中献议员王佳佳 因为婚变好一阵子没有现身 那么这次呢为了拼事业 她主办了一场所谓正妹选美比赛 亲自站出来大力宣传 不当然媒体问她的 还是她的婚姻状况 王佳佳语带保留了说 有没有离婚 到这护证事务所查一查就知道 45岁以下 45岁以下 你们还来得及 你们还来得及 我们只能当会员吗 可以啊 我们能当会员 快点签一签快点 见到选民热情招呼 现在的王佳佳积极投身政治事业 浑身都是劲 最近还要主办一场正妹选美比赛 我们台中献也可以办一些 比较时尚的 比较前卫的 符合时代潮流的 有趣的 幽默的活动 不输台中市 就可以媲美 至少不要一直跟在她屁股后面 王佳佳谈起工作 眼睛直发亮 不会说到婚姻状况 马上变得很保守 婚变传言始终不断 王佳佳难得露脸 谈婚姻 话中有话 王佳佳一年多前和下次小开 王子豪闪定结婚 当时的婚礼风光又热闹 不过婚后 王子豪状况不断 除了把妹还闹分家 两人唯一的宝贝儿子 是王佳佳现在最在乎的人 小孩长大会google 婚姻路上风风雨雨 除了儿子之外 工作是王佳佳目前的生活寄托 还公开向政论节目的主持人喊话 谈阿凯找我 蔡董 新面孔 欢迎找王佳佳 对 我一定会把自己弄得很美美的 像侯佩晨